像这花线啊 平常人来讲 学得快吗 作为咱们常人 比如说我只是玩 娱乐 这个东西我只是为了出汗 也许有三五天 一个星期就能够 乐在其中 我们舞台上有好多50家的人 像这个叔叔也是50家 对一件事情的热爱 完全不解 还开始做教育传承 其实一个人 你看他的精气神子要不下 他一直保持一个职场状态 那么你看 他会永远年轻的 大卫老师我就觉得 这几位特别的辛苦 你看他们的站姿 而且他们那个手上 一直都是这样拿着 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 这个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矩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老爷子在世的时候 对这个星体 对这各方面的衣服 穿的这个站姿 坐姿 他总在说一句话 人要有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人嘛 出来你得像个人样 还有老爷子 最静点的一句话 我至死不忘 我想他们也不会忘 要想人间贵 背后要受罪 说得好 特别好 大卫老师 我就觉得 其实硬核一个东西做好 都是要有那种老的规矩 那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 其实才是值得我们 向他们学习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些掌声 郭老师 看一下我们这个舞台 正方形的 正方形 对 这就代表着 凡事都要有规矩 我们可以在规矩之内 产生无限的可能